來這邊問一下大維律師 剛剛這一則新聞 我們請問大維律師 散佈他人不雅影片 最高可以罰多少錢 為什麼大家說不要拍的原因在這邊 大家說拍影片 如果是十八歲以下 剛剛上面講到一個很關鍵點 第一個案件的那個少女是十七歲 你光是拍 就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了 很重很重喔 那如果你在散佈出去的話 那再罰一次一年到七年 所以低消就是一年一定要關 低消 但為什麼我一直說不要拍呢 原因是因為現在很多人拍都成年了 篤霖哥你知道成年人 猜猜看罰多少嗎 如果偷拍或散佈影片的話 成年人罰多少 散佈成年人啊 跟青少年無關喔 他散佈了他的女朋友 或散佈了成年人的 以前喔 以前很輕 只能罰兩年以下 現在雖然修法成五年以下 但是大部分都一顆髮金 大概罰四個月到五個月 折合台幣 大概十二萬到十八萬之間而已 罰完就沒事了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所以我說為什麼 我很多當事人來 我都跟他說你不要拍不要拍 朋友也這樣講 對現在我們先講 拍是你的權利 那時候我喜歡拍 看我自己青春的美好留作紀念 可是他會有麻煩 那你去拍寫真 或者是如果我知道 很多人真的忍不住 那你就用自己的手機拍 然後不要傳給對方 因為傳給對方一定都會有風險 被散佈出去 誰知道你之後會不會跟他糾紛 那為什麼我們之前也遇過很多類似這種 就是也是恐怖情人要散佈 之前有個女生 他的男朋友 他的老公其實有暴力傾向 是會拉扯推擠的那種 他的男朋友是個 他的老公是一個警察 那為什麼他自己覺得沒關係 他跟他相處一段時間 因為他本身也是警察 他老娘沒在怕 要打來打這樣子 但自從他調單位之後 女方調單位之後 他的老公就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從小單位調到大單位去了 他原本認識的人 他本來他的那個老公都認識 後來到好多男人 他怕他老婆出軌 就天天跟他煩 他老婆吵到最後 終於有一次比較嚴重的爭執 毆打之後 他老婆就離家出走了 那因為兩個人都警察 所以其實都知道對方單位 那個老公就天天在他門口 站崗 然後送花 巧克力 他的同事 女方同事吃得很開心 但是也拿他沒辦法 那時候還沒有跟騷法 那家暴 老實說也還不濟急 那沒關係 女方說算了 不然我們來離婚好了 他就請我來幫忙離婚 但最麻煩的是他老婆 一跟老公說 來我們談談看離婚 老公就開始把影片拿出來了 說我們之前拍這個影片 你真的很想要被上傳上去 是不是 就威脅他說 你跟我離婚 我就跟你同歸於盡 他們恩愛死拍的什麼影片 就是恩愛的影片 真的 愛情動作片 愛情動作片 但問題就是說 這個女方也知道 東西一旦上網 就收不回來了 所以女方就很害怕 他問我該怎麼辦 我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用一個計謀 我們就是先還是跟老公約出來說 但是你談談看 不要這樣 那也許你談完之後 那就不離婚了 老公就出來了 然後就趁老公跟我們在咖啡廳的時候 我們就找警察 也是女方的同事 直接去他家搜索 把他的硬碟電腦全部扣走 讓他來不及反應 他手上沒有硬碟沒有電腦 就沒有辦法再散播他的這些猥褻物 那這時候我們在向南方提告說 散播猥褻物恐嚇 在離婚等等等 那都市政明確 但問題就是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來防止當事人的影片被上傳到網路上 但我繼續說 這個是很特別的案例 為什麼 因為我當事人是警察 他有能力去會同同事 還指定搜索日期 哪有這種事情 可是一般人哪有辦法 你只要被上傳上去 通常都救不太回來 好可怕 不要 這怎麼談戀愛 什麼時候會翻臉都不知道 這種就問年輕的女生 今天來賓小楓年紀最輕 所以你曾經交往過幾段 不OK的對象 有一段戀情 你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你是怎麼會變成小三的 我的朋友都叫我渣男吸引器 對 你看起來你的個性 也不像小三的那種 完全不是 我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就是 反正我跟那個A男呢 我們大概在一起一年半 那個A男呢 是跟他家裡的人 都住在一起的 然後他家有什麼叔叔啊 爸爸啊 那個弟弟啊 弟弟的女朋友啊 這樣子 然後就我很常進住他家 然後有時候 也會在那邊過夜這樣 他房間超級乾淨 都是他自己的東西 然後不然就是我的衣服啊 或是我的化妝品這種的 結果之後 他有一次出去工作 我就在他家等他回來嘛 然後我們會回來一起吃飯之類的 結果他就是 因為人不都會換手機嗎 就看到一隻 他的可能是上一隻手機 然後就只是看電視 我就這樣坐下來 我這樣這麼剛好這樣摸到那個 那螢幕亮起來 我想說 就是iPhone就是往這邊滑 不是上面會有一個照片嗎 我想說奇怪這個女生是誰 他是跟一個女生的合照這樣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平常也不會看他的手機 但是我是知道他手機密碼的 所以我當下就直接打開 我往上滑滑滑滑滑滑 滑到八年前都有這個女生 然後我就忍 我就忍 因為我是去協助 我滿體諒的 因為我覺得他在工作 我不想要就是跟他吵架 在他工作的時候這樣 所以我就忍忍忍 然後他回來我才問說 我說我今天在你的手機 看到一個女生 我就說他是你的親戚嗎 還是什麼的 因為一開始有發現找藉口 等一下問題是 那問題是他們拍照的照片 有多親密 就是也還好 就比如就是這樣子 一拿冰淇淋這樣子 在吃這種的 然後我想說很像什麼 你表姐還是什麼 結果他就後面才承認 他就說 他就說沒有 那是我前女友 可是你知道女生 又會有一個第六感 他說怎麼可能前女友 我就說 你確定前女友嗎 分手了嗎 你確定嗎 他才說 沒有啊 結果沒有發生什麼事 什麼分不掉 他們沒有吵架 沒有理由分手這樣 我就說 我說那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那個女生這樣 這個我覺得 對啊 你是住在他家 對 我住在他家 他們家也是跟他爸媽一起的 對啊 那那個女友算什麼 對啊 你是政公吧 對啊 聽起來你像政公 我不知道對啊 很奇怪 然後後面他才跟我說 他們 我就說那怎麼八年前都還有 他說他們分分合合 其實他們在一起十年了這樣 他就說什麼 他會找時間好好處理 他們這段感情這樣 我就說 我說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想 然後你做一個決定 我說不管你是要切我這邊 切他那邊 你都要跟我說一聲這樣 然後他就說好 他決定 他跟我說他決定切他那邊 我說好 那我就給你一點時間 去處理這樣子 然後我也就是 就是變小三了 你知道嗎 我就 因為他也跟對方講 他要切你 切他切你這邊 他對方完全不...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都聽得明白 為什麼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打醒這個小女孩啊 只有他不知道 沒有 我那時候就是出事 一個體諒 可是就是這樣前前後後 我跟他糾纏了就是一年 還是一年半我有一點忘記了 然後也沒有...我也沒有 我也不敢去問 就說你處理好了嗎 不敢問清楚 因為我怕我一問清楚 就是我就跟他就沒了 分手了 這樣因為我還是很喜歡他 但他後面就是 我大概給他兩三次 就是都被我抓到 他們還是有聯繫 所以我後面是我真的 就是鐵了心 我說我不要了就不要了這樣 然後後面他是真的 也跟那女生分手了 然後要回來... 又回頭找你 要回來找我 我說我不要 現在看到你就討厭 所以有一任男朋友 為了把妹妹隨便找理由 就把你分手掉 一開始就說我明天要去剪頭髮 因為他都有固定剪頭髮的 一個姊姊 結果他就說 那個姊姊沒空 所以他介紹了另外一個 就是可能那姊姊的朋友 幫他剪頭髮這樣 他就說我明天要去 一個新的地方剪頭髮 你要不要陪我去 然後他說OK我沒事 我可以陪你去剪頭髮這樣 結果後面就是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然後我就說你那天幾點 我問他 他死不講 他死不講那天幾點 然後死不讓我跟 我說幹嘛 我就已經把事情喬開了 我可以陪你去 然後他就說他 他自己去就好 自己去就好 就覺得很奇怪 超級奇怪 結果他有一天就是 我們好像就是 因為很小很小的事情 比如說今天晚餐吃什麼 然後我跟他說不知道 這種的 他就因為這件事情跟我分手 他覺得 他覺得我不能溝通怎麼樣 反正就是找一個很爛的理由 然後跟我分手 結果後面 我很喜歡男的 但我跟他只在一起半年而已 然後 我跟那個B男的共同朋友 跑來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喜歡他了 我就說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B男的朋友 是跟他是最好的兄弟那種 他想說你怎麼會突然就是 叫我不要再喜歡你兄弟了 他就說 你知道那天他剪完頭髮 他跑來找我 我說找你幹嘛 他就說 他問我有沒有另外一支手機 他想要用他的那支手機 跟今天幫他剪頭髮的設計師聊天 對 然後因為那個 他的好兄弟就是覺得說 我是一個好女生 他才這樣子跟我說的 不然正常應該不太會去 撬自己兄弟 對 然後我後面 我那時候就戀愛腦 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我還是 我還是希望他可以回來找我 那個還小 我現在不會了 反正我現在不會了 先講 還有兩年前那個 還不是一樣 對 那妳現在才26 我很努力進步 那目前咧 妳目前是單身 對 還是有喜歡的男生 沒有我現在單身 我覺得我現在挺好 今晚 妳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巴大神馬將手遊 即可下載